男子发现未婚妻不忠,追到酒店一探究竟,他究竟能不能找到给自己戴绿帽的人,又会怎么处理? 今天介绍一部悬疑电影《旅馆大堂对面》。 迪克一个人在家,随手将手机扔在桌子上,走进浴室。 过了一会儿,好友泰瑞打来电话,迪克拿起手机,明显他离开过浴室,甚至已经不在家里。 电话里泰瑞提起未婚妻莉莉有些可疑,所以进行了跟踪,看到最爱的人进入酒店,那一刻她的情绪是崩溃的。 不久前,莉莉来到酒店,她显得有些紧张,看见一位老叔人安娜的身影,心里更加的紧张。 好在没有被发现,进了房间,整个人感觉非常轻松。 坐下来悠闲地点燃一根香烟,过了一会儿满怀期待地给情人打电话。 殊不知,自己的行踪都在泰瑞的掌控中。 泰瑞从前台手里拿到入住记录,虽然未婚妻用了假名,她还是通过笔记确认对方住在507房间。 前台不同意她贸然地上楼打扰,她一眼看穿泰瑞的目的,她答应了发生意外。 泰瑞也没那么莽撞,要求住在未婚妻对面的508房间。 钥匙挂在后面,前台没有理由拒绝。 泰瑞做好所有准备才给迪克打电话,她很需要有人倾听心声,也需要有人帮忙抓到给自己戴绿帽的人。 迪克安慰着好友,始终没有出面帮忙的意思,但是很快她就不能淡定了。 事发后,泰瑞去过迪克家里,始终没人开门。 她熟练地找到钥匙进屋,找到好友的左轮手枪,里面子弹不足,特意买了几发。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。 迪克不知道好友会采取怎样的行动,可一旦情绪失控,多半会用她的手枪杀人。 起码有这种打算,到时候也脱不了干系。 承诺二十分钟后到场,赶紧整理着装,她没想到泰瑞会强迫自己加入行动,更要命的是她就在507房间里。 和兄弟的女人在一起,完全是没有底线的行为,陷入困境也是自作自受。 迪克不敢大张旗鼓地出门,因为泰瑞一定时刻关注门外的动静,窗户也是封闭的状态,当莉莉想报警也遭到阻拦。 今天的事传出去对谁的名声都不好,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让外人知道。 她彻底地被困在房间里,随着时间的流逝,泰瑞的耐心会消耗殆尽,不想办法离开迟早被发现。 换作平时,摊牌也是一种选择,可现在不行,那把手枪是要命的存在。 正想不到办法的时候,泰瑞点了一瓶酒,只定送到507房间。 莉莉知道自己暴露,开门接下酒水,在签收单上留下求救信号。 送东西的前台看都没看,将签收单揣进兜里。 其实泰瑞也是想看看情敌的样子,可惜没能如愿。 万般无奈的迪克用酒店电话拨通508房间的电话。 只要泰瑞离开门片刻,他就能逃出房间。 事情和预想的一样发展,然而意外,还是发生。 电梯迟迟不上五楼,泰瑞随时可能发现不对劲出来,他只能躲进布体里。 泰瑞果然追了出来,找不到情敌给迪克打电话。 好在迪克把手机落在房间里,没有因为铃声暴露位置。 泰瑞没有继续追击,回到五楼后,用垃圾桶卡住电梯,杜绝任何情敌逃跑的可能。 这段时间里,一位男子出现在走廊,莉莉怕自己的事殃及无辜,好心提醒。 男子却转头拉拉扯扯,举止有些轻浮,被附近的泰瑞看到一下打晕,当成了莉莉找的行人。 此刻迪克到了三楼,入住的时候她和前女友安娜相遇,安娜明显有旧情复燃的打算,分别时故意亮出房间号码。 如今她的房间成为避难所,若愿意还能当证人,迪克请求安娜说,不论谁问起,都要说我们在一起,一整晚都是。 迪克以为凭借残留的感情,前女友能帮助自己,可安娜是个聪明人,马上猜到莉莉也在酒店。 如果不是绿了兄弟,撒脱的迪克不会如此紧张,还找人做伪证。 她只是猜测了一下,被看破的迪克没有继续隐瞒,她的行为让人感到不迟。 被安娜果断地赶出房间。 在三楼耽搁的这段时间里,五楼已经大变样。 泰瑞自以为抓到情敌,拖进507房间绑起来。 男子遭到重创,始终处于昏迷状态,无法知道一把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。 只要再受一点点刺激,泰瑞就可能开枪。 莉莉独自面对混乱的局面,她有些手足无措。 现在被抓了现行,没什么可狡辩的。 但是她知道泰瑞爱得多深沉,动之以情还是有希望的。 迅速冷静下来,正苦口婆心地劝解着。 未婚夫却拿起手机,要把好消息通知给好友。 莉莉不能让电话拨出去,不然迪克会曝光。 泰瑞绝对受不了这个刺激。 冲上来的那一刻,手枪走火,莉莉被当场击毙。 她为自己的背叛付出代价。 事态已经变得无法预料。 迪克想过开车逃跑,突然发现拿错了手机。 为了不让自己暴露,硬着头皮回到酒店。 她站在走廊里,不知道怎么办。 需要拿手机,得进507。 但在她的预想里,508房间有一双眼睛停着门外。 最后,她被泰瑞拉进了507房间。 看到发生命案,心里慌了。 很明显,她摊上了大事。 两位好兄弟正商量该怎么办。 安娜赶到楼上,打探虚实。 通过见面时,迪克表现出来的紧张情绪。 她真的怕发生什么意外? 毕竟心里还有残留的爱。 听到她的声音,泰瑞躲进洗手间。 迪克负责开门打发。 就算她在刻意地掩饰,可碰过莉莉的尸体手上的血迹还未干,任何人看到这个样子都会怀疑。 安娜假装镇定地离开,越想越不对劲。 鲜红的血迹太扎眼,思前想后报了警。 这场纷争即将落幕。 房间里两位好友还在争论该如何收拾残局。 泰瑞的办法简单粗暴。 趁着男子昏睡直接杀死,再把罪名栽赃嫁祸给轻敌。 迪克死活都不答应,他不能看着好友在面前杀人。 目睹过程却不阻止,等同于当了一次共犯。 现在是考验二人友谊的时刻。 泰瑞还是想举枪杀人,迪克扑上去拼命阻止。 好友把枪塞到他手里,表示如今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 迪克得开枪杀人,表忠心。 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不会有人刻意留下破案的线索。 迪克犹豫了很久无法下手,调转枪口对向泰瑞。 不论怎么补救犯下的错误都无法抹出,死去的莉莉没办法复活。 不能继续错下去,泰瑞也终于冷静。 他后悔不应该让好友来酒店,不应该失去理智。 他坐在那里忏悔着,迪克看到自己的手机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坐下,将手机踢到床底下。 平复心情后,泰瑞变得理智了一点。 他说,一旦事情曝光,肯定会在证词里撇清迪克与案件的关系,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。 毕竟迪克出现是因为他打过电话,但是还要尝试着隐瞒一下,现场必须打扫一下。 泰瑞拿回手枪擦拭,抹出迪克留下的指纹后归还。 为掩护好友离开酒店,他出门去找服务生的衣服,想得可谓很周到,和失去理智时判若两人。 趁着这个机会,迪克终于拿回自己的手机,上面有位机来电,是泰瑞打来的。 原来杀死莉莉后,泰瑞第一时间想到迪克,就打了这通电话。 所以,已经知道真正给自己戴绿帽的是谁,刚刚擦手枪,看上去是给迪克做掩护,同时也擦掉了自己的指纹。 想到这里,迪克拿出手枪,里面根本没有子弹。 507房间里没了泰瑞来过的痕迹,任何人进来都会认为迪克杀了人。 他明白中了圈套,马上想对策该怎么逃跑,特意洗掉手上的血迹,去找安娜碰碰运气。 如果有人收留他并做伪证,一样能摆脱嫌疑。 突然,外面响起警笛的声音,迪克来不及等电梯,再次用布梯到了三楼。 因为手上的水渍还没有干,随便在衣服上擦了一把,又一次染上了血迹。 安娜看到血,哪里还敢开门,手足无措的时候,警察乘坐电梯上来,迪克被当场抓获。 这一刻他说了句,泰瑞帮我一把,可惜他背叛友情在先,曾经的好友一步步设下圈套,让他成为唯一的嫌疑人,怎么可能出面帮忙? 只能说这种结果是自作自受。 安娜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警察,最重要的讯息是,迪克请求他作伪证。 而泰瑞遇见了前台,威胁对方,什么都不要说,不然后果自负。 唯一的目击证人不敢说真话,说508房间无人入住,甚至在发现莉莉的求救信号后,扔进火炉烧毁。 泰瑞就像没来过酒店一样,换上一身工作服,完美地掩盖住里面血迹斑斑的衣服,从容离开嘈杂的人群。 目击者的证词,加上身上的血迹和手枪,只能得出一个结论,迪克是杀人凶手。 影片结束,谁想不到为爱痴狂的泰瑞城府那么深,成为最后的赢家。 可回头去想莉莉的死亡,迪克背负的罪名,都是为错误行径付出的代价。 一个作为爱人,一个作为好友,竟然一起伤害泰瑞的感情,可想而知,泰瑞的心情有多崩溃。 看似做得有些过分,却也在情理之中。